沙漠蛙域,赚钱还债 因为他们把我的水库穿,我没水库 现在是我弟弟背我过河 卖一点裁粉了 背着走多好 溜水里吧 小时候是我抱他,现在是长大了,他抱我了 以前我六岁,他只有那么一点点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选一块地方 开始挖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用挖的呢 是因为,现在是属于枯水期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河流特别的窄 而且水泛浑 等到五月底六月,白天就是 涨水,发洪水 还有晚上发洪水,然后等到下午 然后水就退了 然后就可以 去捡 伙伴们,我挖到一块 这是我挖到的第一块 这个可以做一个界面 挺油润的 继续挖 这上面这一段容易吃老料子 老糖皮 老黑皮 特别容易吃 我有个客户他想做手把剑 他就 他就说他要老料子 他说老料子 扛灶 可以啊,今天黑皮的 我有个这么大的黑皮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对 在三根那儿收的 我弟弟挖出好东西来了 快点,快点,拿过来给我 天哪,真的好油,而且带糖 一点糖 一点糖 是一块老料 小红,不错 有劲了 今天有饭了吧 可以 师傅说今天有饭了 小红 亲爱的小红 请问你 突然挖到这么一块 油润的 明料子 你的心情怎样 大家看 他一直在笑 我弟弟第一天 我看这个是挖了有一个小时 然后挖出这么一块 挺好的料子 他虽然说不咋地 但是我看他一直一直一直在笑 开心死了 我是羡慕嫉妒啊 我才挖了一个这么小的戒指面 小红这个章 开得不错 好了,关注我 我是阿宁 永床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不伴 拜拜